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很多人认为呢,高血压的罪魁祸首是食盐 那其实呢,忽视了背后的一个大boss 钠对血压的影响 钠呢,是一种对健康非常重要的矿物质 它可以保持我们的体液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对血压起到控制作用的原因所在 那摄入钠和血压会有直接的关系 每天减少2-3克的钠摄入呢 会起到相应的降低血压的水平 那摄入过多的钠呢 会增加心脏病、高血压和动漫硬化的可能 那么说到这呢,哪些食物是高钠食品呢 第一呢,就是面包 面包中的奶油越多,钠的成分就越高 像平时吃的切片面包 它每片的含钠量大约有250毫克左右 而像杂粮类的面包呢 它的钠含量并不高 是很好的一个食用之选 第二种食物就是运动饮料 那运动饮料的钠含量与番茄汁差不多 也属于高钠饮料 喝一瓶600毫升的运动饮料 可能会摄入超过250毫克的钠 因此呢,最佳的运动饮料还是喝水 那第三类食物就是麦片 一般呢,早餐像骨类脆片都宣传低胆固醇,低脂肪 然而事实上呢,有很多钠含量较高的食物 因此呢,我们在购买卖片的时候 大家应该查看一下包装、标识 选择含钠量比较低的产品 那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减少钠的摄入呢? 首先呢,我们要减少盐的摄入 平时最好选择自己做饭 方便控制菜品的一个含氧量 少在外面就餐 这样呢,就是说 不吃高盐食品 可以用蔬菜来调味 可以备一些像西红柿、萝卜、黄瓜等等 可以生吃的蔬菜 不加任何调味品 既可以保证蔬菜的摄入 又减少盐的食用量 其次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食盐外,一些食物的含氧量也比较高 比如像酱油、辣椒油、咸菜、咸咸蛋等等 这些腌制食品 一定要多加注意 限制含氧量高的食品摄入 那高纳食物不但能补充人体缺少的纳元素 摄入一定量的纳能 还有助于减脂 在减肥减脂的人们中可以选择 高纳食物进行每日营养补充 可以让身体得到应有的营养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